男人拿错刀将子弹头打磨平整 紧接着用电钻在弹头上钻出一个小孔 最后把含有剧毒的水银滴入小孔内 这样一颗足以毒死一头牛的水银弹就制作完成 为了让他发挥出最大威力 杰克又从黑市上买来一些枪支零件 他打算亲手制作一把狙击枪 仅仅数分钟 身为枪械师的杰克就将零件组装成了一把枪 但现在枪支和子弹都有了 他还差一样最最关键的东西 那就是杀人于无形的消音器 而消音器怎么制作也同样难不倒他 只见他趁着没人一脚就踹烂自己的保险杠 假意要修车来到了汽修店 故意趁着老板不注意的时候 拿走了一根钢管一个轴承和一些垫片 只见他回家后立即用锤子拆下轴承 将其打磨成统一的形状 然后把垫片垂成自己想要的大小 最后将轴承一次落起来 将钢管套在上面拧紧盖子 这样一个自制消音器就被他制作完成 装上狙击枪后 这静音效果还算可以 随后杰克便带着这把枪 杰克绝对不一般 果不其然就当买家将靶子放置前方300米式枪时 连开三枪 枪枪都击中了把心 但殊不知这个女杀手买枪却是为了暗杀他 很快女杀手就展开了行动 瞄准镜中的人正是卖给他枪的杰克 确定目标后他立马扣动了扳机 怎料下一秒 他刚买的枪却莫名的炸了糖 女杀手站在制高点瞄准了目标 想把瞄准镜里的男人脑袋打爆 哪知就当他扣动扳机时 枪却莫名其妙地炸了糖 原来他手中的枪支被人做了手脚 而制作手脚的人正是卖给他枪的杰克 杰克是一名枪械师 更是一名顶级杀手 但他现在却厌倦了这种当杀手的生活 毕竟现在他已经不怎么缺钱了 为了享受安静的日子 他和女友特意来到了郊外隐居了起来 他本以为这里会非常安全 哪知有一天他和女友外出散步时 却忽然发现了地上有一排别人的脚印 吓得他急忙拉着女友躲了起来 果不其然下一秒子弹就从山上射了下来 他抬头一瞅果然发现了一名杀手 强大的心理素质让他一点也不害怕 只见他悄悄就顺着石头溜到了杀手下面 两枪就解决了山上的杀手 他翻过来杀手的尸体准备查看 但这人他并不认识 就在这时杰克突然让女友去报警 就在女友转过身的功夫 他抬枪就一枪放倒了女友 因为在这荒郊野外根本不可能有人发现他 他怀疑是女友出卖了自己 很快他又从路上发现了另一名杀手 他毫不犹豫地抬枪就将其解决 为了弄清这追杀自己的人是谁 杰克急忙找到了老板询问情况 老板解释说他可能被硬茬子盯上 让他隐居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 紧接着拿出一把钥匙就递给了杰克 杰克还以为这回自己安全了 怎料就当他来到目的地后 敏锐的他发现这里的人眼神都透露出诡异 为了安全着想 杰克掉头就将车开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 然后将手机和钥匙给扔了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老板也不可靠 于是杰克搬到了一个偏远的村庄 本以为他能在这里安享晚年 不料年过中旬他竟然遇见了温柔甜美的珍妮 但很快他就发现珍妮也不对劲 因为他发现珍妮的包里经常会放上一把手枪 他认为珍妮也可能是暗杀自己的杀手 为了解决掉这个麻烦 杰克故意开车带着珍妮来到了深山老林 准备趁着没人的时候打爆他的脑袋 深山中女人妩媚的深情看着男友 但男友此时却悄悄掏出了一把手枪 原来他发现了女友的包里经常喜欢放枪 他认为女友放枪是为了暗杀他 原来杰克是一名即将退休的杀手 最近时常遭到暗杀 看着女友的手往包里伸去 杰克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哪知就当杰克准备开枪击杀女友时 女友却突然之间从包里拿出一瓶防晒霜 想让杰克帮忙涂一下 每天提心吊胆的杰克决定不再胡思乱想了 他直接询问了女友为何在包里放枪 没想到女友却说放枪是为了防身 自己的好闺蜜就是被坏人给杀掉 他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危险 听到这里 杰克的心态算是放下 很快杰克的老板就打来了电话 让他干最后一票然后就能退休 听到老板说这单生意的买家 就是想让他制造一把狙击枪后 杰克立马答应下来 因为造枪对他来说根本就不难 很快他就从黑市买来零件组装了一把狙击枪 并且还贴心的为其装上了一个自制消音器 很快他就跟随卖家的指引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一手交钱一手交火 哪知事后就当杰克带着女友想离开这座城市远走高飞时 这个女买家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紧接着就爬到了一个制高点 拿出刚买的狙击枪对准了瞄准镜中的杰克 经过再三确认后 他果断开枪击杀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枪却在此时炸了糖 原来杰克早就发现了这个买家的不对劲 于是偷偷在交接枪之前对枪进行了改造 并且还往子弹里滴入了水银 这样一来无论是谁开枪 致命的水银弹都会从反方向射出去 听到枪声的杰克顿感不妙 立马让女友去深山等他 然后快步冲到了枪声传来的地方 杰克想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哪只杀手却用最后一口气说出了老板的名字 察觉到老板这是要打算灭自己的口 他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自己知道老板太多秘密吗 杰克深知此地不宜久 快步的想要离开这里 他开了两枪 果不其然对方还真是自己老板 看着老板彻底隐恨西北 杰克急忙开车离开了这里 无料就在半路上他却突然感到肚子疼 他朝下一看才发现自己的肚子被子弹打中 但现在的他还不想死 他现在最想见到的人就是自己女友 于是他听着剧痛来到了早上的湖边 看着女友果真在这里等着他 杰克的心里在无牵挂 直接晕倒在了方向盘上 虽然影片最后没有表明杰克死没死掉 但值得庆幸的是一心想解决他的人都死了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